国民党今天宣布了反莱猪公投第二阶段联署输不到30天 就已经突破了50万份大关 主席蒋启成还说其实真正原因不只是有国民党努力而已 还有蔡总统专顿民进党的傲慢 而就在反莱猪联署快速升温当中 传出国民党已经打好了算盘 先集中火力 罢免陈伯韦 紧接着再透过公投的气势 看能不能在同一个时间点可以继续罢免无私有 请拉伸 和党务主管一起拉下布条 国民党主席江启成宣布反莱猪公投的第二阶段联署 突破50万份门槛 不仅特别慰绕志工 江启成也当起一日志工体验仔细查核联署书的 辛苦 不过蓝营传出打算先集中火力 罢免激进党立委陈伯韦 在拉长罢免民进党立委 吴思瑶的联署时程 希望能和反莱猪公投在八月二十八号一并举行 能不能一起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国民党能决定的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公投 那罢免都是尊重民意 还有尊重提出的人 提出的公民团体 我们会看每一个个案的状况 来提供不一样的协助 但重回国民党的赵绍康 日前曾说蓝绿透过罢免 渊渊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一波结束后 是不是可以停了 被认为是不支持立委吴思瑶 和陈伯韦的罢免案 正在发动中的罢免 赵绍康强调不干涉不禁止 也再度认为罢免门槛太低 蓝绿两党应该在罢免潮之后 检投选罢法 华世新闻已经刚成之学 台北报道